各位,上次段月在深谷中 半夜那时看到自己日头黑过自己的石壁 有一把长剑的影子 剑柄护手、剑身、剑尖 各样清晰可见 而剑影中还发出彩虹一样的光云 闪力流动的游光不定 奇了奇了 为什么影子中会有彩色 段月担高头就望望月亮那边 不见了 原来浩月西沉就已经落到西边 峭壁后面 峭壁上头有个洞 月光就从这个洞里透过来 在洞里隐隐约约还有光彩流动 段月这一下就看了 在洞里面是空的 有个洞 洞顶挂着一把剑 剑到双着各式宝石 月光将剑影和宝石影在这边石壁上 于是就有了这把五颜六色的剑影 眼见宝剑所在的石洞 就离地几十张 如果想上去看就绝对不可能 只见石壁道的剑影 这阵时就打邪子向北边边 剑尖就对中一块大岩石 一看 会不会有什么景色呢 在这块岩石上 他就试试走到岩石上摸一下摸一下 岩石就生满青彩 手掌一跌过去 挖散散 不过摸了两摸 他已经微微震了一下 这样也有 再用两只手出力摸一下 岩石震得更厉害 那个石头到段月深口那么高 有成两千多斤重 继阵没那么容易摸得动 他趕快伸手到石底下摸一下 原来那个大岩石凌空落在一块小岩石顶 都不知道是天生成那样 还是人力安上去的 嘩 对不对 他心跳了 这里有古怪啊 有古怪啊 于是乎 他两只手出力摸的岩石过去右边 那个岩石向右边移了一下 但是立刻就转回到原位 那石头底下呢 跟铁铁铁铁铁铁 好像扯住了那些山藤那样的声音 嗯 行了行了 知道大小两个岩石之间 被那些野藤山草占实 当时就没什么月光那样 看不见那些东西 就一坨地蒙茶茶 很难下手做事的 就唯有等明天再算 于是段月就靠在岩石边躺下 到天一亮 他就趕快站起来 看清楚那些大岩石四周围的情况 然后就互乱腰 扯开了 占着两个岩石之间的野山藤 把那些泥沙都弄清了 那才拿手去推 咦 这样推 果然那个大岩石就慢慢转动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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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好像一道大门那样 转了半尺 就已经见到岩石后边 露了一个三尺多高的洞穴 哎呀 开心起来 段月都没想到洞里头会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互乱身就这样就捐进去 走了十多步 洞里头就没光了 他就插开两只手 摸摸摸摸继续走 走呢 感觉到脚底的路是好事正的 和走石板路差无几 咦咦 那看来地底是经过人工修整的 哎呀 他更开心 那条路是一直这样斜下去的 段故地势越来越低了 走得多走 段月右手又捆到一件冰冰冰冰冰的东西 再摸一下 发出一些响声 声音清亮 是个门环来 既然有门环 就一定有门的了 段月双手上下劏下 即时摸到十多口碗那么大的门钉 哎呀 心中惊喜交集 旅头如果真是有人住的 那就真是阿琪生阿琪了 他拿起门环 哐哐哐 哐哐 就敲了三下 等了一阵 门里头没有人答应 哐哐哐 又敲三下 照顾没有人拍 没办法 他唯有直接推门 道门好像用钢铁铸成的很沉重 但是里面没有趟横摔 即是没有关门 他一发力拥 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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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哑 即时闻到一阵哐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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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隻大蝦在窗口邊游過 哎呀,這麼怪也有 再走多幾步 又見到一條花紋斑藍的鯉魚 在窗外邊收收,柔柔地游緊 細心點,看真點那個窗口 原來是鑲在石壁上的一塊大水晶 若我有銅盤那麼大,光就從水晶裡透進來 斷意面貼著水晶看出外面 只見逼水流動的魚蝦水族游來游去 放眼望去就無邊無際 原來自己居然已經站在水底下 當年建這間石室的人花了多少心思 這樣將外邊的水光引進來 這塊大水晶更是金貴難得的寶物 斷意想想想想 哎呀,煞氣了 我當然是走到劍湖的湖底了 不斷盲摸摸都不知轉了多少個彎 唉,煞氣煞氣 落到湖底就更加無路出去 挖頭路了 橫九碟十 落到來就有幾大都再看看 靈轉身就見到石室之中擺著石桌、石桌 桌上高仲放著一面銅鏡 鏡邊有幾隻疏鼻、金猜、玉額之類的東西 嗯,看有這間石室是女仔的龜房來 銅鏡就生滿銅綠了,桌面碰滿灰塵 都不知多少年沒有人來過 斷意看著這些情景,不如都呆了 很多年之前,一定有個女仔在居住 不知因甚麼事她那麼傷心 居然遠離人間,退隱在這個地方 嗯,九情九就是那個在石壁前面打劍的女仔 就開始來了,斷意發了一會兒,偶鬥 再次四圍望下,只見石壁上東一塊西一塊 雙滿銅鏡,隨便數一下 組了二十多塊 嘿嘿,當然是這個女仔花容月貌 相公過了身,獨守空房 日日唯有固影自憐,此情此境實在令人傷心 忽然,東邊一面銅鏡反光 光照著對面石壁道,好像有一條洞 琴琴青段雨衝過去,出力擁下石壁 呃呃呃呃,咚咚咚 果然又是一道門來,慢慢移開就露出一個洞 看進去呢,是一堂石壁 唉呀,生蟲水覆的兒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斷意拍手大叫,舞手動腳就跳了一輪 才跟著石壁下去 琴琴琴,落了十幾級 面前好像又有一道門 伸手推開她,眼前突然一光,唉呀 面前有一個穿著宮廷服裝的美女 拿著一把長劍,劍沾對準段譽心口 過了很累下,但那個美女始終動都沒有動 段譽定眼看真些 只見這個美女雖然是儀態萬方 不過不像是生人一樣 大膽再看真 哦,這樣才看出是做白玉雕城的玉掌 玉掌跟真人一樣大小 身上穿了一件淡黃色的醜衣,微微震震一下 最奇的是,那對眼褲跟真人一樣 晶瑩有光,神彩飛揚 看,斷意忍不住就說了 對不起,對不起,我眼睛睛看著姑娘,很無禮 唉,明知無禮 他眼光始終都沒有辦法避開姑娘那對眼褲 定型都不知道看了多久 才知道那對眼褲是拿黑寶石雕繩的 但是越看越似 看看一看,簡直覺得那雙眼褲會轉 有光彩流動 無論斷意站在哪一邊 那雙眼褲始終都是向著他 眼神更加難以觸摸 此開心,又此喜愛 此情依綿綿,又此暗然神傷 斷意呆了一段時間 對他心心打個呼 神仙姐姐,小生斷意今天得到芳蓉 死而無憾 姐姐在這裏離世獨居,太過寂寞了吧 哇,玉象眼中寶石神光變幻 居然好像聽了他講話,而心有所感 這次段譽失魂落魄 簡直跟眾邪著魔一樣 眼光再也離不開這個玉象 此間玉象的頭髮是真發離,魂笨如霧 鬆鬆的矢子,嵌邊插著玉簪 上面相著兩顆手指尾那麽大的明珠,形形生光 蛤,不知道這個神仙姐姐叫什麽名字呢? 斷意這樣才另歪頭四圍望下 這裏的石壁上照樣相滿明珠鑽石,補光,交叉相影 西邊石壁道相著六塊大水晶,水晶外綠水流動 影到這裏比第一間的石室還要光猛 東邊石壁比作評過,刻著幾十個字 都是莊子中的句子來,不法飄逸 文句美後提了一行字仔,提著 《蕭瑤子為秋水梅書,動中無日月,人間智樂也》 斷意看著那些字就心想 哦,這個蕭瑤子和秋水梅 看來就是幾十年前在山谷底無見的那兩個男女高人 這座玉象多數是那個秋水梅 眼光再轉過旁邊那幾行字,又見黑著 《妙姑舍之山,有神人居然》 《寄呼若冰雪,卓若若柱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 看到這句話,段譽就馬上轉過旁邊 看回玉象的心想 嗯,《壯志》這幾句話 用來形容這個神仙姐姐非常貼切 忍不住再走在玉象面前 看著她有如冰雪的肌膚 她居然拿手嗨嗨也不敢,撞了邪 由愛生敬,由敬成癡 好似聞到一種蛇香味,腹肉慶香 段譽忍不住大聲說 嘿,神仙姐姐,你如果跟我說一句話 我為你死一千次,一萬次都是心甘情願 說完,她真是咚聲跪下,跟著就拜了 咦,她一跪下,才知道玉象前邊擺著兩個蒲團 似是專門給人拜用的 段譽現在就剛好,跪在一個大的蒲團裡 小那個呢,就在一個玉象腳底前些 看距離是被人扣頭用的 段譽真是咚聲扣了頭 一扣下去,才見到玉象兩隻腳的鞋內側 似乎還收著字的 那麼定眼看真 咦,只見右腳那隻鞋裡收著 叩頭千次,攻我驅賊 右腳那隻鞋裡收著 遵行我命,百死無悔 這十六個形頭小字,是被綠絲線收成 鞋是狐綠色,石室中光影朦朧 個人如果不是扣低頭,就實是看不真的 肯定看不見這幾個字 唉,段譽現在覺得,扣頭千次是天經地義的事 如果可以攻其驅使,就更加求之不得了 至於遵守這個美人的命令 無論胡湯、杜火,當然是百死無悔 嘿,神魂顛倒之下 就即時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一字數數,一字恭恭敬敬敬 向玉象猛地扣頭 扣呀扣呀扣呀扣了五六百個頭 已經是腰酸骨痛、頸都緊緊了 不過想著死都要扣一千個才行 那不是連神仙姐姐第一個命令都不执行到 還何況是百死無悔呢? 咚!咚!咚! 咚! 扣到八百多個頭左右 那小蒲團面頭那種草 就被撞到虧了,寸了 就扣了底下一些東西出來 段譽又不理那麼多 好虔誠,扣了一千個頭 才站起來 誰一站起來的人就妥妥令 頭重腳香整個皮靶 習慣了 他就索性躺在地上先休息 覺得照了玉象的命令 做完一件事,心裡很疼 甚麼痛苦都不覺得 休息了一大排 慢慢爬起來 就掃一下小蒲團裡頭那些東西 一掃下去 又軟又滑 是個絲綢袋 哎呀 原來神仙姐姐早有安排 我如果不是扣了一千個頭 小蒲團就不會爛 他賜給我的寶貝就不會出現 段譽對於金銀珠寶 歷來都看不上 不過這個絲綢袋是神仙姐姐刺的 就算裡頭裝著樹葉枯草爛布碎紙 那都是無價寶來的 他就右手一掃 掃了絲綢袋出來 左手就立刻伸過去拿著 雙手捧在空前 哎呀,真是比命還要緊要 這件絲綢袋尺多長 上面寫著幾個小小的字 你既叩頭千次 自當供我驅賊 終身無悔 此卷為我逍遙派武功精耀 每日某五有三時 無須用心收集一次 如稍有懈怠 我將蓄微痛心 神功繼承 可到狼環腹地 片月珠般典籍 天下國門派武功加素 進襲於此 逆跡盡為利用 免之免之 學成下山 為我殺盡逍遙派弟子 有一遺留 我於天上地下耿耿長恨也 哎呀,段月捧著這堆東西 手都震了 撒氣了,撒氣了 我扣一千個頭給神仙姐姐 就答應給她驅使 奉行她的命令 知道她教我學武功 撲殺人 那怎麼辦呢? 她叫我學她的逍遙派武功 又吩咐我去殺清逍遙派弟子 這麼奇怪也有 嗯,當然她逍遙派的師兄弟 師姐妹害了她 故此她要報仇 這些人害到神仙姐姐這麼傷心 都肯是壞人、惡人 應該殺清殺正 孔夫子也有說 耳席、布婉就是這個道理 我爹又說 撞著壞人、惡人 你不殺他,他就會殺你 如果不會武功 就唯有任人宰割 不,現在想起來又挺對的 段譽他爹整天逼他練武 但以前段譽搬出大批儒家佛家的大道理來 堅稱不可以學武 那爹對書本的學問不及他 難以辯駁 段譽現在被獄像著迷 反而覺得爹言之有理 段譽如果按照神仙姐姐的吩咐去做 他又會變成一個什麼人 要知道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